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這次已經是大件事 總統特朗普剛好 就在社交平台Twitter上轉發了一條短片 這條短片 其實就是一個名為真理計劃的組織 偷錄和發佈 在這條短片裏面 就拍到有一個男人 明目張膽地進行選舉舞弊的行為 究竟是拍到什麼呢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在這條短片當中 有一個男人就名為利班穆罕密德 他就向被買票的對象吹噓 說自己當時正在幫 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的候選人奧斯曼 收集選票 而且已經買了幾百張票 當時他還安撫被買票的對象 說數字就不會說謊 你可以看到 我全車都滿了 這些全部都是缺席投票人士的選票 難道你看不到嗎 你看到這些 看到我全車都滿了 所做的一切 就是為了 我全車都滿了 然後他就塞了兩張一百元的 美元鈔票給這個被買票人士 然後就從他手上拿得了神聖的選票 這段影片 至少就證實得到 在明尼蘇達州那裡 就是有人利用著 法律和政策的漏洞 走去搞選舉舞弊的行為 而且是明目張膽 大無私樣地去搞 實情 這個明尼蘇達州法律規定了 選民的確是可以缺席投票的 而且還有一個叫做 投票代理人的制度 每一個市民 是可以為最多三名的選民 去做這個缺席投票的 只需要選民在指定時間裏面 向當局申領這張選票 就可以寄到他的府上 當然現在正正就是有人利用著 法律和政策的漏洞 去大搞選舉舞弊的行為 意圖不法地去影響選舉結果 實情這些行為就是嚴重地損害美國的民主制度 這些行為只會出現在 或者只應該是出現在那些第三世界國家 怎會想到 在美國都會出現這些事幹才行 這些完全就是侮辱美國的核心價值 簡直就是令到美國的選舉制度蒙羞 至於有另一個選舉監察組織 叫做索馬里監察組織 他們就提到 說這種收集選票的形式 就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有些人就為了當選 會不惜一切的代價 現在在街上 有上百人 都是在做這些事 這個監察組織還公稱 原來買票 就是一條龍服務 那些買票人士 就會告訴選民 怎樣去申請郵寄選票 當那張選票寄到 去人家家的時候 還會上門 從人家手中 拿走選票 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 而且還上門給錢 你說多麼疏乾 這個監察組織還說 他們主要 針對的目標對象有兩類人 第一就是那些基層的人士 始終兩塊水美金 都不是小數目的東西 第二就是控騙那些長者 為什麼呢 因為貪騙那些長者 有些是不懂得上網 就沒辦法查證得到 自己有沒有投票 或者是投了誰 實情 這些選舉舞弊手法 是非常之間卑劣 人家投與不投 贏還是輸 你也要接受 選民的決責 怎麼會做出這些下三藍的行為呢 特朗普看到這段短片 簡直就是露火中燒 他就說到 說這一種行為 完全就是違法的 希望名利蘇達州的聯邦檢察官 能夠認真地來審查這些行為 以及是其他的不法行為 他還質問 若然這樣也不去調查的話 那就要解釋 為什麼不去調查 這樣 至於名利蘇達州的聯邦檢察官發言人 星期一早就沒有聽電話 因為整個語音信箱都爆滿了 實情 這當然就是要認真地去查 因為名利蘇達州 在2016年的時候 就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搖擺州份 在那屆 希拉莉獲得了136萬票 而特朗普只是輸過馬避 是132萬票 兩者的相距是4萬票多一點 這個距離就相當相當接近 如果出現了這些買票的情況 當一個人都說買幾百票的時候 這種情況是可以影響到選舉結果 名利蘇達州 一共有10張選舉人票 雖然不及一些人口的大州 但是現在說明利蘇達州斷政了有這些行為 整個美國那麼大 怎知道其他地方是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再說說另一個數據 自從1972年以來 每一屆總統大選 共和黨籍的候選人 都沒有辦法在這個名利蘇達州裡面勝出 究竟在明州選舉舞弊買票的情況 是持續了多久 希望是個別事件 如果不是真的會令到那個制度 都是有所沾污 剛剛我們所說的就是缺席投票的漏洞 至於郵寄投票方面又怎樣 漏洞就更加之多 先說一下在賓夕法尼亞州的情況 有共和黨員就入稟了賓州的最高法院 要求法庭 明確定下一條死線 究竟什麼時候才截止點算那些郵寄選票呢 因為郵寄選票是很大的問題 如果你定那個死線定得太後的時候 基本上那個點票結果都已經有了 如果那些選民才走出來投票 這樣當然就是會有很大的問題 你已經知道結果你還走去投 原來10天之後收到那張選票還要計算 那當然是不行 所以 現在說要頒下一條死線 絕對是一件好事 而且這條死線就不能夠距離那個 正式選舉的日子太久 否則也變了沒有意義 那些人 知道結果之後才走去投 想用最後一分力 試圖利用漏洞去扭轉選舉結果 這些是好不要得的行為 那類似的訴訟 除了在賓州以外 還在威斯康星州 喬治亞州 和密歇根州 都有人提出 那除了這一種 不知道什麼時候投或者遲很多才投的票 在新刊報12州 又有官員 為了防範選舉欺詐 對於郵寄投票 就作了很多限制 包括要求選民 在寄選票的時候 必須要連續郵票 並且就不能夠把密封的選票 放進去投遞商裡頭 除非地方政府有提供到特定的投遞商 而且第三方人士禁止 代為收集這些選票 大家一聽到 這些下規限那麼嚴格 就應該會猜得到 新刊報12州的州長是共和黨籍 這些就是應有的態度 這些就是應有的規範 防止選舉舞弊 要群拆群力才行 誰不知民主黨有人質疑 說這些規定是會威脅和剝削選民的權利 故此就向這個 州法院提出訴訟 簡直就是多餘 這些規定我問一下各位亦有 究竟有沒有大問題 新刊報12州 再說在德克薩斯州 德州政府就規定了 郵寄投票 只限65歲或者以上的長者 或者是殘疾人士 在籌人士 以及身處在海外的人士 這些規定也是很合理 是不是 如果一個人 年輕雷雷的 你為什麼要缺席投票才行 是不是 走去排隊都說不行 都說嚴貴 你不如不要投 所以德州這個 可以防止很多 所謂第三方 收集別人的選票 選舉舞弊的行為 當然 德州這個州長也是共和黨籍 所以他會提出 有利於防範選舉舞弊的規定 可惜的就是 有部分民主黨籍的院長宣佈 計劃向登記選民 照樣 送上 郵寄選票的申請表 只會造成很多混亂 以及 引發起下一輪的訴訟 到底拜登是否輸不起 雖然特朗普有時候說話 說話就會過頭 又說可能不會出現一個 正常的權力交接 等等 但是我相信 特朗普他都不是一個輸打贏要的人 只不過 他就貫徹了叫做 與不驚人勢不憂的精神 但是 你現在拜登下面那幫傢伙 所出的那些陰招 根本上就是為了輸打贏要 為了翻盤 去密謀 等同於這個佩洛西也是 他還教聰拜登 叫他無論那個選舉結果 是怎樣都好 都不要認輸 現在這幫民主黨人搞那麼多事 是不是為了一旦拜登敗選之後 謀求翻盤來去鋪電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